大家好 這是一支道歉影片 孫悟悉談了一口氣 一開口就坦承這支道歉影片 時隔一天 網紅球MAN決定拍片面對 波碧會說自己確實吸食過大麻 未來不會逃避 會配合警方調查 我昨天已經當面跟他道歉 但我覺得自己真的是錯的離譜 我不應該這樣子傷害你的心 雖然我不是一個完美的兒子 但我會是一個願意改進的兒子 以面前半段JMAN語氣平穩 但一提到媽媽似乎就有點情緒 這回她家中被搜出了十幾公克的大麻 包括研磨器 捲煙器等器具也被找到 遭搜索的就是JMAN位在新莊的這處豪宅裡頭 警方大約花了半小時的時間就找到毒品 主要就是因為他把大麻放在了客廳的玻璃展示櫃裡 看到警方上門還先問了你們哪裡的 似乎有點錯愕 但專案小組一眼就能看到大麻擺在那 他也坦承毒品就是自己的 這是網紅吃毒連環報 反骨男孩成員之一的 蕾拉和勞工湯宇 原本還很坦蕩 讓警方搜索知道床頭櫃裡的大麻被發現 男人第一時間都否認這是自己的 如今警方大動作逮捕10人 後續還有沒有牽涉更多知名網紅 都是警方未來調查重點 提別新聞 張全無心驗 新聞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